好 回來全民最大黨 我是葉惠美 也就是周杰倫的媽媽 那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教育部新的規定 六歲以下不該補習 結果被罵管太多 那奇怪了 我們大家討論一下 大家六歲的時候都在幹什麼 那我想要來問一下豆花妹 你在六歲的時候 六歲的時候都在賣豆花嗎 妳怎麼知道 真的啊 我真的要講耶 如果六歲的時候都在賣豆花 因為我名不其實就是一個豆花妹 但是我今天其實不能講太多 就是瞎哈哈太多 因為我昨天被一個叫做 王世堅叔叔的人說 就是我不關心此事 不關心政治 所以我今天真的要 就是發表我今天真正的想法 妳今天不會被逼死了 今天還好 今天要比較輕鬆一點 對 我是覺得就是今天 就是教育部有說什麼 不可以希望小朋友盡量不要去補習 但我覺得你知道他下這個規定啊 最大受害者是誰 最大受害者是我耶 我宅男女神跟補習班的老師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他規定了 那小孩子下課之後不知道要去哪裡 他就只好回家 回家他時間很多啊 他就會跑出去玩對不對 跑出去玩 他有可能會上網 就是去結交網友 或跑出去玩結交男女朋友 蛤 那他就是 我這個宅男女神的地位就不保了 他就只喜歡他的女朋友 就沒有人喜歡我啦 因為我覺得最大受害者是我 還有那個補習班的老師 但是我今天還是有特地準備了一首歌 要唱給補習班的老師 希望補習班的老師 可以跟豆花妹一起加油打氣喔 謝謝 老師 謝謝 幫助 這個是要哭哭哭哭的哭哭 小字畫高齡畫高 estudio quase bit tilty Amberbeat shade keowulf I call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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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豆花妹 那我們這時候時間現在是走得太快了 我們要進廣告了 謝謝 好 那麼今天時間過得真快喔 又到我們Ending的時候啦 我們給全民歡送篇的這三個來講講看 到底是什麼Ending 如果說剛才的認真讀出三步驟 沒有辦法讓大家得到好成績的話 那就只好去補習了 所以在這邊要告訴大家 補什麼才能夠補得漂亮 補得精彩補出好成績 第一 數學 為什麼要補數學呢 對啊 隨便補個國文跟英文 都比補數學好吧 把誰畢業之後還會記得上一口賽 還有什麼圓周率啊 對啊 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那麼厲害的話 你有種不要看大字報 再講一次嘛 3.1419 不是啦 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 數學這門科目呢 這門科目以後出社會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不信我問你 大雄現在身上有100塊 我來夢又給他100塊 那現在大雄身上有幾塊 拜託 這不補血之刀 當然是200啊 錯 是0塊 為什麼 因為都被胖母搶走了 哇 哇 我們現在都是屁收 所以說啊 數學不光只是可以應用 訂付考試還可以應用在生活上 第二 補 學量 大家好 我是補學量 第三 補演技 你就是這樣子過去了 為什麼要補演技呢 到學校為什麼要演戲呢 對啊 對啊 你說說看 因為補演技是最後一條路 以後數年都不好 還可以轉行當藝人 演技好 再好一點的話 就可以當政治人物 然後呢 現在比習班什麼都補 什麼都不習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其實我覺得啊 今天會討論這樣的題目呢 無怪乎啊 我們這幾十年來啊 我們台灣的教育體制 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其實如果所有的小朋友 都不補習的話 如果都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我也贊成啊 因為小朋友要有快樂的童年 讓他們盡量去玩吧 那什麼時候該用功讀書呢 像美國一樣 美國是到大學 他們才選擇他們 該選擇的興趣 來念他們的科技 這樣不是很好嗎 先把基礎做好 以後就不怕了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全民自由大黨再見啦 謝謝 謝謝我們